文以食為天 食物除了要注重色香味之外 最重要就是 食 得 樂 主持 袁翠俠 主港 秦洪 歡迎大家收聽我們今天的新課程 今天我們這個課程就是第一講 課程的名字叫做食 得 樂 除了袁翠俠之外 每一次在我們的課程裏面 當然有我們的主港嘉賓 就是春紅教授 俊教授你好 是 翠俠俠你好 很開心又可以請到徐龍教授 每一個星期 除了在星期五晚上的中醫專線裏面出現之外 還可以每個星期來多一次 跟我們講一下關於中醫方面的事 教授 今次我們這個課程的名字 就叫做食得 樂 是 不過我們這個樂 就不是問你說 你飽了沒有 還吃吃樂 開不開心 而是說開不開心 沒錯 我們經常都希望大家開心 沒錯 這個開心 受緣與健康 沒錯 如果身不身健康 吃得當然就開心了 是的 其實我們希望大家 吃的時候 除了吃香味之外 吃得很開心之外 希望你吃完之後 感覺都是很開心的 沒錯 最主要這個課程可以帶給我們 一個我們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真話 嘩 很厲害 教授 原來一講到吃 就有五千年文化這麼厲害 是的 因為你很難看到西方人 或者它可以好廣告食之餘 那個食對身體的健康是這麼厲害的 嗯 那麼我們中國人呢 因為五千年的文化沒有間斷 所以我們可以拿幾千年到現在 有很多文獻記載 就是說我們身體的健康呢 是跟我們的食物有關的 嗯 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不懂得這些文化 你往往可能是不知不覺中 吃下 喝下 吃下 喝下 就有病了 有病了 睡眠就短了 人又不開心了 但是如果一個試食的人 一個懂得介紹我們中國五千年文化的人呢 嗯 他就很善於運用身邊的那些資源 哪些食物適合我的 或者哪些食物適合我家人的 通過一些簡單的方法呢 吃得又健康 嗯 又可以開心快樂 是的 不過其實呢 我們就提議大家 在一路上我們的課程的時候 做些準備功夫的教授 沒錯 當然啦 大家如果報讀了我們這個 吃得樂的課程的話 就會有一本我們吃得樂的課程的講義 裡面都有我們每一課課程的簡介 不過教授就說 如果你想更加獲益良多的話 做些少許準備功夫會好些 沒錯啦 就是說帶多一本寶仔 嗯 一字筆 是我們講到某些地方的時候呢 我會叫大家記低少許的東西 那些東西呢 往往是我們現在的廣義的補充 或者呢 就是可以讓你們多些選擇的 因為廣義呢 就不可以講到那麼多 我們五千年文化 你說一點一點寫下來呢 要很多好好的一本書 但是呢 我們這個時間又不夠 嗯 當然呢 我又很想大家 可以在這個短時間內 改變你對飲食的看法 嗯 還有更高的追求 是的 所以呢 你慢慢聽一下聽一下 如果有得著的 即是我們大家就開心了 嗯 我們可以以後再繼續做下去 如果覺得有什麼不明的地方 又可以通過一些電話 譬如說星期五晚上 忠義專線 和我們商討 對 或者我們前面有到收入 對 沒錯 那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 不妨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預備多一本筆記簿 是 是 還有呢 就拿定筆 嗯 如果你覺得哪裏有些東西 你覺得想重點抄下它的 嗯 適合自己用的 那就馬上寫下它 沒錯了 嗯 我們講這次的食得樂 最主要呢 就叫做藥膳 我們又叫做食療 是 食療 就是說身體不舒服 當然要治療 那 是不是有病才知道 這個藥膳呢 或者是食療呢 是未必的 嗯 因為 每一種藥膜 當然都可以治療 其實 在我們中國文化裏面 每一種食品 或者是每一種植物 吃的也好 還是普通觀賞也好 它滑都滑是有弱線的 嗯 就算我們吃的米飯 或者吃的那個 我們的麥 嗯 比如說麵包啊 饅頭啊 是麥做的 嗯 那麥和米之間 有不同的弱線 哦 那麽所以 如果是 如果是 懂得配搭的話 呢 舌蜜就可以幫助我們治病 嗯 不懂得配搭呢 你不懂得 避忌 什麼都吃到肚子 嗯 或者就可能 不知不覺中 得到病的 嗯 等身體差了 是 那麽所以呢 我們 在這個中醫裏面呢 就有一種說法叫做 食物是同源的 即是說 我們吃的東西和藥 嗯 都可以在一個源流 演化出來 哦 食藥同源 是的 那這種說法呢 西方文化裡面就沒有了 那麽如果我們 知道了 爲什麽要追求呢 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譬如 我們中國有一個 出名的專家 去到外國 去到外國的一個會議那裏呢 他就提出來呢 就是 食物可以治病的 當時呢 西方的科學家呢 反對 嗯 食物就是食物 食物是營養 嗯 不可以治病的 嗯 那麽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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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呢 那麽 那麽那麽 那麽這麽 那麽 那麽那 Rebel 那麽那麽 那麽這麽 什麽因素 在這麽 那麽那麽 那麽À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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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弱而弱,而且完全更好 当然还有很多病是因为缺乏了身体的维他命 或者身体的烤素等等 也引起了病 通过一些食物调剥好了 譬如说肠胃不好 我们拿一些健康的一些食品 可以让我们增加了肥胃的功能 是不是肥胃不好可以改善呢 如果可以改善 可不可以说饮食都可以医病呢 一分析西方专家就同意了这个邝教授的观点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呢 因为西方文化里面有一个框框 就是说有了病一定要对抗的 一定要消灭疾病的 而且你是哪种病 你那个对抗的药 就要针对那个病的消除来做的 譬如有痛 你的药内必须是止痛的 如果你吃的药不是止痛的 就是说没有遇到病 如果你是发烧的 你的药必须要是退消的 如果不是退消的 那那个不是针对这个病的 那这句话就是说 他们是用一种对抗的思维方法来 所以 我们食品最主要是用来健康 或者是填饱的肚子 那跟那个所谓痛啊 或者是发烧啊 关系不大 好像没什么关系 好像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说它不是弱 但是中国文化就不是 中国文化就说 我们身体里面的病 它有个原因的 譬如刚才说的痛 那个痛呢 可能是寒了嘛 婴寒之痛了嘛 或者可能是紧张了嘛 或者是可能是血虚了嘛 那如果是寒的 那我们吃生姜 或者喝一点酒 驱一下寒 是不是可以消除寒意呢 一消除 那痛就不见了 所以呢 就未必一定要用对抗的嘛 或者你焦虑 焦虑 在西方来说 一定要用那支药 是抗焦虑的 但是如果我们中医的 就不是 哪些食物 可以令到我们舒肝的 可以令到我们生情开心的 嗯 那它可以令到抗抗就改出来的 所以呢 就未必一定要抗抗 才可以抗到抗抗 嗯 等等的思想方法呢 由于东西方的文化不同 所以呢 往往就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 那为什么 这个食料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的食物可以治病 但是你吃得不好可以治病的 哦 病从口入 我们有句话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说 就是说 病从口入 往往人想到 我吃了不干净 是啊 是不是 其实来说 不止这么简单 不止这个层次 不止这么层次 嗯 在中医里面 我们的人 要跟天地相应 就是说天人合一 那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呢 天人合一 因为天地 有世贵变化的 是 比如说 春天 就会有草莫 蒙芽生长 是吧 开花 就会慢慢 蠢蠢蠢蠢蠢蠢 嗯 人体的机能 其实在那里生发的 在那里 越来越 那个活动 代謝率就高了 哦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 那个人 平时已经是 代謝降低的时候 那么在春天呢 我们只要 稍微加一些运动 就可以拿它 代謝降低的 这种倾向呢 就扭转过来的 是吗 那么如果 是夏天的时候了 那个 树莫生长得更加快了 嗯 那动物和人呢 功能 越来越强 所以呢 一到夏天的时候 特别是五六月份呢 往往是一年中 从小朋友来说呢 她的身高 是标高得最多的 是吗 如果小朋友 想她自己的身高高一点呢 是五月份 可以多一些营养 更加呢 就不可以任动物 哦 避免动物 避免一些太刺激的东西呢 往往你可以是五月份呢 就标高的 哇 厉害了 这个讯息真是 哈哈 谁想高一点呢 留意一下 那还有 嗯 到了秋天呢 嗯 就秋风一吹 嗯 的植物呢 开始落叶 是啊 那很多 那个 人呢 就觉得有 那种寒意啊 嗯 如果是这个时候呢 其实 对于某些病 都很重要的哦 嗯 比如说要肺老的人呢 就往往 好难 就是 挺得上那个 天气的变化 嗯 死亡率 如果肺病的话 肺老的话呢 那个月份呢 就会 最多见了 相信 香港的前后呢 死得最多肺老的病人 就是这个时候了 嗯 那我们怎样注意保养呢 如果懂得保养 就可以 跨过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秋季了 是吧 那一般烤串病人呢 或者肺病不好的呢 往往都是这个季節 差点的 嗯 天气变化 冬天呢 哇 天降地凍 香港人好点 如果是北方的话呢 真是 如果你懂得避寒呢 那人就可以健康 那但是 港里这么说哦 那你如何去 适应大致的变化呢 嗯 那我们中医呢 其实 很早之前呢 就有研究的了 比如 李时珍 嗯 李时珍是中国的若旺哦 是 明朝时候啊 那个《本草光芒》 当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本百科传说 嗯 那么他又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的人呢 必先碎气啊 就知道的 一年中的 气的变化 碎气就是说 一年的 一年中的 西贵变化 嗯 冒法天和 不可以 反其道而行之 啊 冬天了 一定要 冬点 不行的 要暴暖 或者夏天了 那么我们都要适应于那个天气 又不可以太冬 但是呢 要多地活动啊 这个古时候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 如果我们 是 知道了 怎样混用我们的舍物 那就更加好了 譬如说春天呢 就应该用些 新温之药 新温之药 是 那个新温之药呢 就好像 薄荷啊 经界之内 嗯 可以顺 春天的 上升之气 嗯 春天那个气气是上升的嘛 如果你用这方面的 药物 当然 食物中呢 又同样有这种 新温的食物 嗯 就可以顺应天气变化了 那么如果是夏月呢 就应该用 新热之药 新热之药 新就是辣脂肪的 那个半边 是的 新负新 新热之药 我们中医里面呢 就因为 药 和食物呢 是同源的嘛 嗯 其实有很多 食物里面 譬如说 山酱啊 江酱啊 它都是热的 辣椒都是热的 是 那夏天呢 反而要用这些类的东西呢 嗯 就可以 顺主 天气的变化 顺主 夏天的 陽浮之气的 那如果在掌下的时候呢 就应该用一些 金负新温之药 譬如说人参 白杀 蒼杀 黄白之类 以顺呢 化成之气 因为 因为 掌下的时候 那个 节目啊 在那里修成的时候啊 嗯 秋天呢 就要加一些酸温之药 譬如说出药啊 烏梅之类 以顺秋冈之气 秋天的气是降的 那么用的药呢 顺着它 嗯 那么我们身体呢 就更加容易吸引了 嗯 如果到冬天呢 就可以用一些 黄神啊 枝母啊 这种苦行之药 以顺冬 沉之气 嗯 冬天的气是 沉的 沉下去的 嗯 如果我们用药的时候呢 你 外界的环境 在气候 在沉的时候 我们用一些 都是沉的药 嗯 或者沉的 善品 嗯 我们就沉引了 西贵的变化 嗯 但是刚才教授 你所说的那些 叫做西贵变化 嗯 天人合一的那个 那个规律呢 嗯 其实是说一个 正常人的那个状态 是吗 没错 如果你说各个人 身体里面有不同的情况 大致上要这么做 是的 但是如果因为人太多 嗯 种类也多 而且呢 还有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分别 是的 是的 譬如说西村方面 那里吃辣又多一点哦 嗯 那难道 夏天就给它吃辣 冬天就没吃辣 就没可能的 嗯 而且体质的变化呢 我们又要看它的 本身本负是什么 嗯 父母 我是北方来南方的 我本身做北方的 那个体质 嗯 我们我们 我们 虽然说 例如南方 我还要 留意一下 我本来的体质是 如何 是 嗯 那么同样一样东西呢 呃 如果我们身体差一点 譬如说 我的皮比较差一点 嗯 那就要在春天的时候 吃少些酸的东西 而增加些甘的东西 因为甘呢 就是甘田呢 嗯 就可以养脾气嘛 如果夏天呢 就可以增加些辛的东西 就是辛辣的东西 以养肥气啊 嗯 如果说长夏呢 就应该 用少些甜的东西 甘田的东西 而增加些咸的东西 来 呃 养肥气 如果是秋天呢 就可以 用少些辛辣的东西 或者加多些酸的东西 嗯 而养肥气 冬天呢 就少些行 而加多些苦的药物或者食物 嗯 就可以养肥气了 那样呢 就 可以 就是主动的 補回身体的不足 嗯 那为什么呢 就因为中医讲的 啊 如果酸的呢 就干的 如果是苦的呢 就生的 嗯 如果是甘的呢 就皮的 新的呢 就入肥的 所以呢 根据这样的不同的时候呢 加上 新的变化 我们就 如果知道了这个原理呢 我们选择 摄病的时候 就等于在那儿 增加了我们的体质的 抗病能力 嗯 適应回 变化多端的 嗯 就是天气 那因为我们看到呢 往往是一个大的肢气的时候呢 很多人病了 他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病哦 嗯 我昨天都好地地的 今天就 呃 头红啊 口吐啊 我又没有吃错东西 为什么呢 往往就 就是说身体 和天气的变化 不相适应有关 嗯 所以 长者朋友呢 遇到大的肢气 冬至啊 夏至啊 春分啊 那些时候呢 看一下 我应该 就是在舍物那儿 调配一下 嗯 以顺利度过这个 天气的 激化的变化 是 所以其实这些呢 那些规律呢 就是有在那儿的 嗯 不過呢 也都要看回你自己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 是的 再变化一下 是啊 嗯 那我这里呢 还想说一下 为什么 如果你不信任天气的变化 会有病呢 嗯 有一位 朋友 他在加拿大 移民回来 那么他就告诉我 他说 在加拿大 那些人移民了去几年以后呢 那些妇女呢 就会多些东西 生了一些东西 那就要去医生那里 一检查呢 不是在卵巢山了一些楼 就是子宫山了楼 那卵巢山楼呢 就要割的 子宫山楼也要割的 遲些呢 陨房又要山楼了 又要割的了 你去多几年呢 留下 就是 那个西方 那个社会几年呢 你回来的时候呢 已经少了很多分的了 那么各下各下 没什么割的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这件事呢 我们中国又开始有了 嗯 前几年呢 我们发现呢 中国大陆 好多女人 或者有些女仔 都开始多了这种 山楼巢楼 或者子宫楼 或者雨房山极节 等等 更加多的就是 山 惡性种楼 嗯 但相对来说 农村 农村呢 就少 大家都是 比如说 一百个妇女普查 城市一百个 农村一百个 农村一百个 农村有少这方面的东西 城市就多 嗯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终于专家 就说了一句 都是冰架还是 就是都是雪糕啊 就是冰水之类的 冷人 农野 雷时的 因为 北方你没说了 北方人呢 他因为 食物的习惯 是以那个 醋液的 或者 动物蛋白酒为主的 他本身醋火 所以他的饮水呢 习惯于农野的 往往水后 一开 那便来喝的了 那我们不是哦 我们的食物呢 以农物为主的 特别是大米呢 本身是有一些 就是 寒的 水道水道 是水里面出的呢 就是泥水的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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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呢 例如我说 就 平时就比西方人 调和一点的 平和一点的 那你日到那里 日向水族 人家饮什么 你饮什么 人家饮什么 你饮什么 但是我们的体 我们的底不同嘛 那 那用多了这些冰冻的东西呢 身体的气机下降 寒气增加了 阴气增加了 寒气 阴气 就会造成 水室在身体里面停留 就会造成 有形的物质呢 在身体里面凝聚 那些小楼 哦 那 那同样 中国大陆 现在的生活变化了 家里家家户 都要冰箱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街上一回来 就 喝点冬水先 或者可乐 那些汽水啊 就放在 冰箱里面 拿出来就喝 或者呢 就普通水 加了几粒 冰 那去到街呢 都是一样 喜欢喝些 冰箱啊 或者冰冰的其他东西 喜欢吃冰东西 冰东西 是的 那相对来说 冬村到目前为止 都不要这么厌对化嘛 嗯 那有比较了 城市的妇女 越来越多 山这些楼的人 嗯 冬村又少 那就是说 不知不觉中 你饮食中 你不在吃药嘛 你不在什么大坏习惯嘛 是 只是偏雨 就是冰东西 就不理得 世事变化 嗯 夏天又饮凍惹 冰天雪地又饮凍惹 那所以呢 那病就增加了 那如果大家知道了这件事 那就可以呢 就 減少一些 就是 現代化的那些东西 信仰自现 大臣 出产些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那就对身体来说 就好些 更加知道了 我们今天讲的那些东西 就知道 什么可以对抗山楼的 嗯 对抗这个 行器的认罪的 或者对抗 液器的太多声法的 那用相反的东西 来和它调理 那我们的病 就少了 哎 哦 那其实呢 今天呢第一次呢 第一个 第一集我们的课程呢 那教授和我们说了 啊 我们其实应该 顺应回大自然 啊 啊 我们身体呢 就是吃什么东西啊 啊 还有呢 就是怎么样去变化啊 那些东西呢 其实跟大自然是 息息相关的 是啊 如果天然相应了 嗯 那身体就健康一些 是啊 那如果你食药吃得对的话呢 那效果出来就更加好 对我们身体是最有益 那今天呢 我们只不过一个开始 那至于怎么样真真正正正 可以令大家吃得下呢 那大家可以继续留意着 我们以后的课程了 今天我们第一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麻烦了重龙教授 下星期再和你聊聊好不好 好 拜拜 拜拜 各位掌写朋友 听完今天的课程 记得做好功课 哦 用心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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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